今天要介紹豆沙餡 豆沙餡 我買了兩罐十多罐 那些在普通超市買的十多罐 那些 他用糖來煮好那些 北海道紅豆 豆沙餡 我買了兩罐十多罐 那些在普通超市買的十多罐 那些叫豆沙 看回我的影片 如果拿了我的餡 你連用好豆沙好都一樣 那我今次再說一次 可能我好像沒有拍的 最簡單 坊間最簡單 最便宜的做法 那我們今次用了 酵母加泡打粉 這裡300g 的低筋麵粉 用低筋 低筋麵粉 就用5g的 酵母 5g的 5g的 泡打粉 35 記住 那這些就是 糖呢 就用了 大約可以了 用了大約 30克的白砂糖 用白砂糖 就是白砂糖 先拿一點水 鮮奶呢 如果沒有鮮奶 就用水 也可以 鮮奶 讓它 白淨一點 鮮奶 大約 百多g 那 1g 和重量差不多 差很少而已 這裏有八二 其實應該不夠水 或者 不夠奶 我們最後再加 生粉 生粉就放30克 大約30克,放一匙 放一匙,生粉就放一匙 放一匙 做得不好就失敗 再做一次 先把酵母放下去 用糖水,暖暖 最好在人的体温 即是5-60度 或是4-50度 先开溶,让它叫醒 拋打一匙,鲜奶 放一匙 放一匙 稍後再放一匙 等几分钟 等它咬一匙 加上拋打粉 5克 這些 最好 用暖暖的水 不要太熱的水 或者不要太久 過度發酵,會有牛奶 不太熱的味 應該都叫一匙 這些包是新的酵母 用不完就放冰箱 封了口 扣回水 這裡的水都成20-30克 我們先用鮮奶浪浪 不過我這裡有兩個造型 一個造包,一個造 可能是土型 即是瘦土型 很漂亮 不要太白色 這個是給人的 把奶倒進去 先攪拌 讓它進行水合法 水合法就是讓它在 在嘔吐 這些人叫水合法 讓它在 先拋一下 先拋一下 盡量 逐些逐些 用奶來加 你沒有奶就用水 有時候我會給奶粉 最好用些 你想包白一點 帥一點 就買一些 漂白過的 低筋麵粉 有些漂白 漂白了 那就更漂亮 這個應該不夠 不夠奶 因為我逐些逐些加 那你用什麼奶 什麼奶 你自己喜歡 我用這些奶 再拋一下 那些 酵母仔 不要太熱 酵母和它發酵 如果太熱 它就會出現一個 酸酥牛奶味 你明白嗎 你想不要有酸酥牛奶味 就不要太熱 不要太熱 來發酵 明白嗎 用低溫發酵 久一點 但是不夠酵母 它就發不起來 這次是用拋打粉的 其實有點像 瘦土包的做法 我再用這個 蓮蓉包 或者豆沙包 這裡不夠 那你就自己在這裡 先吸一下 然後蓋上蓋 這樣做 這是我下機打的 我不用手的 那 那 那 我女兒 你在那邊 你的廚師機和廚師機一樣 那你就在那邊 打它 用滿足打它 打它 兩三個字 打到不上下 才加些油 用橄欖油 或者有些人用 鹿豬油 我就不建議用這個 那你就用橄欖油 那你就差不多 這個 這個包 差不多 那我接近是 全部都是屬於 酥 我 不敢說那個齋子 因為齋子是很嚴格的 那你拿它差不多夠了 那我們就有它在這裡 找一下 一會兒才給我們鹽 我們打它 那時候下機才給鹽 那現在你就 通常我喜歡這樣的 先拌好一點點 那繼續說一下 可能夠不夠水 還不知道 每一隻麵粉 吸水程度 氣溫 都不同的 那我們就 用百多 就是這個三百粉 我們用百多 一百二百三的 奶 或者水 來慢慢加它 那你才夠對 不對 你跟著所有的度數 你正確定 我說 一滴都不要猜 放下去 那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這叫水合法 蓋起來就不要理它 幾個字左右 如果你天氣熱的 半個小時就可以了 要不然它 會很吵架 明白嗎 那如果你現在 冰天雪地 你自己想吧 我不會想不到你這麼多 在這裡隔一會兒 幾個字後 設好廚師機那邊再說 隨便隔幾個字 不用太認真 那我們就 扔下去廚師機 有些 有些 看有些 掛不掛下去 我們用最慢的慢速 打著它 打得不錯 才加鹽和加油 廚師機 來到廚師機現場 我們在這裡打一下它 你打一個現場 用慢速 這是最慢速的 你的廚師機和我的廚師機一樣 那你就先用慢速 在這裡 現在可以給鹽 我們可以給鹽 打兩三個字 我們可以逛街 鹽 給少許 不用涼 幫它有筋力 少許鹽 再攪拌 慢慢攪拌 攪拌到不足夠不夠 夠不夠 夠不夠奶 明白嗎 攪拌好最後 最後才給油 給橄欖油 最好給橄欖油 或者沒有味 或者 菜油 不要給花生油 千萬不要給花生油 要是給粟米油 要是給花生油 要是給花生油 在這裡攪拌一下 三兩個字就可以了 用慢速攪拌一下 那你就先做其他東西 洗一下其他東西 大約攪拌了一個多次 我們就看看夠不夠水 其實我看了差不多了 那就乾度了 如果太濕 你就加些粉 太乾的 你就加些鮮奶 或者水 明白嗎 逐點加 差不多 手感 小小黏 小小黏 小黏可以掉 看到嗎 那條方就是這裡 明白嗎 你不要聽人說 那條方一定要有多少 黑粉 你一定要看自己的乾濕度 就自己 因為天氣的溫度 你的酵母 你的粉 你的粉 就算是同一包粉 同一包粉 可能它 它那期不同 有少少差一點 也有少少不同 吸水性 會差少少 而且溫度也會影響 那香港的溫度 一年四季麻煩一點 那你那裡的溫度是定了 通常只有二十多度 那就好些了 或者濕度 明白嗎 那差不多了 我再攪拌一下 就下油了 稍後再說 那攪拌一下 我們就大約下橄欖油 一湯匙 大約就可以了 再攪拌就可以了 又是慢速 如果太快 或者太熱 你要停一停 不然 麵包會有股臭味 我們一路用低速 那現在才加上橄欖油 它已經吃光了 對嗎 這個東西已經乾了 這個東西 很乾淨 那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就 撈起它 放在器皿上 讓它化一下 一會先 一會先 這個造型 就先磅一下 這裏有570 570 你看做幾個 包 包最少要做50 才有上下 即是50g 再加上橄欖油 那我們現在就 先放在一邊 不用理會 先發酵一會 一會兒 那你洗完的東西 就可以直接做 做它的世界 570 我打算做16個 我先去除一下 這裏我做12個 這個份量 570g 這裏總共 除12g 就47.5 47.5 為什麼 因為我要就回 我的餡 加上我的餡 即是我的 什麼餡 豆沙餡 加上我的豆沙餡 有些腰反的 一會兒 那我們就 切 慢慢量量 47.5 如此類推 我們做完之後 就修正 就這樣 修正 就修正 剩下一個圓形 明白嗎 就準備一個 這些棒 我們先放下去 一邊 如此類推 四十七 我們又在這裏做 一邊這樣修正 如果你的手太多粉 太黏的 你不要 太黏的 這隻手粉 這隻 手粉 這隻是普通高筋麵粉 我們不停修正 最簡單的方法 這隻手粉 其實只教我女兒 只是 做不到 一邊修正 不要太乾 太乾 做不到這個修正 我們先放在一邊 如處類推 做完十二粒 做完等 我們直接包 這些餡 做完圓形後 它很軟 你放到雪櫃 冰箱 冰多一會兒 我們現在做形 開始 不等了 在這裏做 因為我們本身在那邊 因為那邊要設置位 很麻煩 有些壓棍 有模一樣 在工作桌上 滲些高筋麵粉 它叫做手粉 高筋麵粉 我們就開始 拿出來 這個縮口是在底 先壓一下 先壓一下 先沾一下 那你就 先壓一下 然後就這樣滾它 滾到旁邊 大家看看 餡料多大 這樣 放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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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做包的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就放下去 發酵 放一個盒子 發酵 起碼發酵一兩個小時 看看多久 按一按它 如果現在這樣 就這樣做包的就可以了 最簡單 最簡單 如果你想做一個土型 做一個土型 就夾一下 用手的褲子夾一下 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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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嗎 夾一下 夾一下 然後再拿一些刮板 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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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f 有這支金螺 手出了 抹一下 轉一會 以後 就會 par 一邊 آپ 那邊嘗一下 外面 這是 novella 鹹的蟹是18,重量是18的 我剛才用了2罐的北海道 在香港買12、3罐的 真的有買,但又這樣捏 看牠收口 捏緊一點 它已經乾了一點 先收口 這樣包型就這樣 如果你弄高一點 如果你弄包型就這樣 你弄什麼的就這樣夾它 用褲子夾它 拉它出去 繼續放下 在中間的鴨板 再壓多一點 明白嗎? 就是手套 再拉長一點 再發酵會縮一點 明白嗎? 如柱來推 慢慢弄 弄多一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我內日不說 學多一學 這樣 也是這樣 把豆沙放進去 壓緊一點 壓緊它 三分鐘 壓緊它 一直這樣轉上去 一直這樣轉 壓緊它 因為它有太多空間 用褲子夾它 用褲子夾它 明白嗎? 夾到這麼長 可以手整一下 我弄包不是很厲害 我明白嗎? 我可以手整隔一條腸 但也是這樣 我覺得做的瘦包比較好看 瘦土包 今天是五月一號 我們在新界那邊 如果喝凍檸茶 不用凍冷 省兩元 天氣會放大冰 把雞蛋拿出來 他們那邊就好 我們這邊就沒有了 又是這樣 拔個拔個 收吐巴 它發出的形狀會脹肥一點 最後可能要熟了一次再割多一下 再說 看什麼時候發酵 放進發酵 蓋住它 蓋住它發酵 起碼一兩小時 按一按 它回彈就完成了 發酵一兩小時 按一按就知道 彈起來就可以了 發酵成功 如果過度發酵 再蒸出來 它會太脹 收縮得很厲害 會變成走樣子 再說 還有不好吃 再說 繼續說一下包 通常會發酵成功 按一按 我就不想發酵成功 不想發酵成功 因為再發酵成功 再發酵成功 它會輕微發酵成功 輕微發酵成功 這個造成功 我們就蒸5至10分鐘 現在開一些熱水 蓋上去 就這樣蒸 開火蒸 蒸5至10分鐘 如果你要造型 就準備一些材料 我稍後說 如果你要素色 就準備一隻牙刷 那些牙刷是我專用來素食用的 每次用之前 我都要浸一會兒 滾水 讓它消毒 也好 那些牙刷專用來做素食 那你買過這些粉紅色的食物 這個添加就是 我先給幾滴下去 如果你沒有用紅色也可以 有一點夠 有很多 我們就加少許熱水 先加少許熱水 一路開大火蒸 有多一點水就可以了 我們開了一些顏色 有一點深一塊 如果你的顏色深一塊 你就加多一點水 我們沖了一點粉紅色 就漂亮了 有很多的 我忘了在哪裏買 有些印尼舖也有 或者有些大間的空陪公司也有 再加少許水 我心裡吃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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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搅拌一下 就這樣搅拌一下 就搞定了 那你備用吧 這些 拿一隻匙羹 最好有這些 鴨 這些這些刮 直膠的刮 如果沒有你用匙羹 用那塊鴨板就可以 我們可以再按多一下 現在大火了 我們先開中火 一邊蒸 蒸5至10分鐘就可以了 蒸了 蒸5至10分鐘 蒸了 蒸了 蒸起了 就疏少少辣了 現在就很無聊了 這個就是凍奶茶 來的 昨天我做了 昨天我喝到 喝到很苦 倒下去 凍奶茶通常 那些人呢 就 蒸完茶 才給奶 我們來攪拌 那你鹽它濃 就可以放一些冰 現在這個就像冰鎮一樣 就這樣喝了 那些粒就 先冷一冷 冰鎮奶茶 我求求喝奶茶 喝了兩三杯 不過我沒有喝完 最後倒了很多 最好 不要 通常很多茶器 它們會坐老了些茶 才會做 做凍奶茶 但是 如果你自己 最好先坐幾個字 才會做凍茶 明白嗎 老了些少 凍茶會好些 因為它們再混冰 我就不混冰了 混冰的糖 會再多些 會再老些 但再老些 就不好喝 會有結味 明白嗎 說一下包 當然 說一下包 當然說一下包 這裡有些倒汗水 我現在拿 就快點拿 拿 這個花大一點 因為這個要先做 我們先拿起這裏 一時解關 我都沒有五分鐘 等了一、兩分鐘 我們要蒸 這邊的包 蒸這裏 開火 不用理會 開火 把火 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做這裏邊的包 先說一下奶 這些奶 其實你用來 賣回公司 都可以 你進去保溫壺 你明白嗎 到早上才加奶 加茶 那就會很搭配 因為外面的奶 加了奶 加了茶 就很快會變 變速度會快些 我昨晚做的 我30號的夜晚做的 現在5月1號的下午 當然沒問題 我們試試明天 明天我拿些開工 放在車裡試試 現在出來了 趁熱了 不要太熱 最好放它幾分鐘 我們要深一點 屁股 這樣切它 抖它 完了 你可以不抖 頭要深一點 你看嗎 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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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那我們就放些顏料 下去了 這裡好像拍過 這裡很多的顏料 那你就 看一看 看一看 再醋一點 那你就不要太多 等了下去 嘗嘗這個樣子 這樣 那你就 看一看 再醋一點 那你就放進去 很棒 很棒 很好吃 為什麼呢 那邊的廚師 全都要精英 難道讀到 碩士博士 真是沖奶茶 不要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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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你沒有人認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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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收看 這個就是這樣 如此類推 這個沒有那麼大的 這個 這個小一點 為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先放在底下 這個放在表面 這個可以放在表面 更厚 所以這個發得沒有那麼大的 無敵是最寂寞,最是痛苦 拜拜